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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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去吃饭 要不要一起去 不用了 你们去吧 我中午吃蛮饱的 好吧 那我们先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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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那么饿 好累啊 肚子有点饿 绫儿 吃饭了没有 我带你去个地方 让你体验一下五星级的美味 好了 走了 五星级 美味 喂 曾 李宗盛 怎么 不相信我的手艺啊 吃吧 这么快 而且好吃 快吃 快尝尝吧 嗯 嗯 好好吃哦 哦 白色 你的超能力是不是做饭啊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合作 我们一起开一间餐厅 我负责在前台接待客人 你负责在后面做面 哎 不对 长这么帅 不能只在厨房做面 你这个类型啊 绝对老少童吃 赚饭 赚饭了 快吃吧 这个天气 面很容易凉 嗯 舒畅 没想到你食量这么大 你做的拉面啊 是我吃过最正宗的 当然不用浪费了 嗯 对了 白泽 我听琴 那个人说 你们平时和普通人一样 你还在生情在那家伙的气啊 没有 其实 让你搬过来 是我出的主意 你出的主意 我们都知道 艾蜜这件事情 对你打击很大 而且 你一个女孩子 在外面租房子住 还是很不安全的 况且 咖啡厅的工作 也失去了 香菱儿 是你误会心脏了 其实 就算她不带走艾蜜 我 和颜梦 也一样会收取艾蜜的生命时间 就算我们亲近所有 也无法挽回了 我知道 既然这样 你就搬过来住吧 等你解决了眼前的难关 也解决了自己的问题 再搬走也不迟啊 你别看秦赞一脸的高冷牙 其实她的内心 就是个小孩子 虽然她已经看惯了生死 但是她 还是想保护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我 重要的人 是不是 秦赞来教你当说客的 没错 好吧 来 你跟我来 去 去哪里啊 跟我来就知道了 没想到堂堂蒙面先生 也做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啊 你们好好聊 这个星期轮到我希望 对对对 我答应搬过来住 我答应搬过来住 就要做家务 抵房租 不然 让人家画笔 我去打草了 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 你问她 真的想要打草了 你还是想迟了 我这么想迟了 你还想迟了 我再想迟的 你再想迟了 你还想迟了 你怎么尝得好像啊 你看我昨天晚上 零儿 你最近怎么老是不精打采的 满脑子空白 我昨天晚上失眠了 我昨晚也失眠了 不过幸好我在三十二度 Live咖啡店买了杯咖啡 才能扛到现在的 三十二度咖啡 是江中路的那个咖啡店吗 是啊 零儿 你去哪儿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小八 零儿 零儿 尝一尝 小八个零儿 小八个零儿 大约 蜡零儿 大约 韩子 小八个零儿 小八个零儿 一面 太大银鸽了 开始了 嗯 谁啊 好了 不用再叫了 他不在店里 不在店里 对啊 说句实话 我都没有见过这个老板 啊 你都没见过这个老板 那你怎么会来就上班啊 前几周 我接到一通电话 对方穿自己买下了三十二度咖啡厅 说自己是咖啡店的新老板 让我回来上班 就这样 这么简单啊 其实一开始我也不信 我觉得他一定是个骗子 所以我就打电话问了周三好 但是他说 确有此事 所以你也没有见过新的老板 这个新老板啊 神龙见首不见尾 每次都是通过电话联系的 就连月节盘货都不会出现 现在把店全全交给了我 交给了你 没错 忘了给你隆重的介绍一下 这个店的新店长 就是我 你是店长 对啊 哎呀 不过现在还是代理店长 还有三个月才蛮重视 哇 小巴 你太厉害了 还好啦 一般般啊 哎 不过你看啊 现在店里一个员工都没有 我就是一个光感司令 不然 你回来上班吧 我还可以任命你为 代理副店长 你的任命 有效吗 拜托 刚刚你还在替我开心 现在就质疑我的权利 像脸 没想到啊 你竟是这种人 我哪干啊 小巴哥 拉钩啊 明天回来上班 不过 你得给我那个神秘老板的电话 什么 你要干什么 难道你想要上 喂 你想太多 我只是想知道他是谁 那 你要答应我 不能踩入我上喂哦 我向脸额发誓 绝不干这种伤害朋友的事情 好啦 那还差不多 给你吧 就这个电话 请站 咖啡店是你买下来的吧 让黄塘送我去别墅的也是你吧 请站 谢谢你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那我送你的手链你能收下吗 可以 在一起 好想告诉你 不准备到我只是没勇气 想和你在一起 好想抱住你 你大声说 别大声就要爱你 有和你说些什么吗 他说谢谢你 短短的一生能够认识你 已经足够幸运了 他希望来世还可以当成姐妹 对 万物都以不同的形态 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你看得到的 还有你看不到的 但是时间 会让这些生物 在特定的时间消失 但人不一样 人生活了数亿年 升华出了一种 让时间无法消失的东西 你知道是什么 是爱 时间唯一不能够打败的 就是人们心中存在的爱 它不死不伤 随着时间拉长 风长得越厉害 它越是坚固 不管时间再怎么流逝转变 对它都无计可施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Amy的 我相信她也不会忘记我的 是不是只要我们心里记挂着彼此 我们的这份爱 就不会被时间打败 会一直存在着 是的 你终于懂了 那些离我们远去的亲人 爱人 朋友 因为我们刻骨铭心地爱着对方 所以不管过多少年 或者隔多遥远的距离 我们之间的这种爱 我们之间的这种爱 就是构灵我们的戒指 无论去了哪里 我们总能感应到对方 所以 你只要心里记挂着它 每天开开心心的 它总能感应到 那个时候 你们之间的爱 才最珍贵 最美好 让它们一起用 考虑 那么 开心 着 词 准备 开始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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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灵 来一局啊 不要 你该是不会玩吧 菜鸟 你一个女孩子为什么玩游戏玩得这么好 比其他女生都好 甚至比我都好 我以前给一个特别喜欢玩游戏的孩子辅导功课 为了让她幸福 专门练她 不过小朋友借了游戏 你上意了吧 唉 才不是呢 我刚帮她辅导的时候 她不听话 后来游戏玩得比她好 她就特别崇拜我了 现在说的话也听了 之后啊 我就慢慢把她游戏给戒掉 现在她妈妈偶尔还会跟我领路 说到她的近况呢 佩服佩服 侠女风范啊 怎么样 要不要拜我为师啊 才不要 好 看你 我总有一天会超过你 对了 叶梦 秦赞说 他们玩游戏输给你 就要帮你洗衣服 他们故意输的 故意的 为什么啊 白泽我还可以理解 秦赞 他会故意输给你 帮你洗衣服 因为 我怕水 我不敢洗衣服 你一个大男人居然怕水 我不记得了 他们为了让我心里不那么过意不缺 总是找我玩游戏 然后他们就总是输 他们一直把我像当家人一样照顾着 我成为萌妹先生以后 我一点记忆都没有 然后就去找司空明麻烦 我根本不想当什么蒙面先生 司空明就以违反规则的名义处罚了我 是秦赞替我爱过所有的处罚 原来 原来 你跟秦赞感情这么好 那你心里应该很难受吧 哎呀 我言梦怎么会难过呢 来 咱们再来一局 我 上课要迟到了 我朋友来了 等你来赢我哦 你等着 我一定会赢你的 好 你干嘛 嗯 啊 我没事啊 就这里到处晃晃 啊 这 环境不错 你是想找秦赞吧 我 我找他干嘛 搞笑 哦 秦赞一早就出门了 出门了 对啊 怎么了 秦赞不能出门吗 没有 我想说 他今天居然早班啊 你别多想啊 哎 别紧张嘛 我是想说 你想去找秦赞 我可以带你去 既然你不想去找他 那没关系咯 那我走了 哎 但你 拜托嘛 走吧 谢谢啦 啊 对了 于梦 你有没有女朋友 或者是 喜欢你的人啊 哎 女朋友倒是没有 但是喜欢我的人 那一抓一大把 说不定等会儿就遇到你 去 我们 对爱无能为力 却又不甘心放弃 里边是你的深情 让我忍不住哭泣 让我忍不住哭泣 我只能冰住呼吸 隔着空气说我爱你 虽然隔着无边的距离 我的心已交给你 Better me 小姐 您就是 我不爱的 我会不走 你也会忍不住 你也没有忍不住 你也会忍不住 我忍不住 那你一定要忍不住 认识我了吗 原来你真的把我忘了 小姐 你好 我要办理入住 你好 办理入住这边请 这一次对我说 我爱你 这一次对我说 这边的距离 我的心已交给你 Better me